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 大企业家几乎有奎业碰到孤臣寡树 五起七煞 那你如果懂得子维朵树同步断结 你就要知道从哪里去找到可以栽培你的贵人 这个就是太岁当头 表示你这一生之中不容易患煞 那么你的事业钱财都很容易得意 这一条很重要 邪命你就是懂得自己的专长 应用自己的专长去操控别人 这样子你才能够人脉钱财各方面才能够积起来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挥朵树上课精华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非常重要的两颗甲吉星 天葵跟天叶 这两颗星单独坐在本命盘的时候 一定要受到 注意哦 大线盘 流年盘 重叠 或者在三方市政把它冲起的时候 它的力量就会完全发挥出来 尤其是年轻人走第二大线 第三 第四 第五大线的最需要的就是你的长辈 你的师长 还有你在同行里面经验比你丰富的人 来拉拔你作为你的贵人 那你当官的功名的才容易怎么样 平步轻盈 做生意的有你的钱被拉拔 你才能有客户生意越做越大 钱越赚越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接着一定要把一个公式完整的背熟 天葵跟天叶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指挥斗树命盘打出来之后 它是固定的 那最重要的背熟它 就是因为你要应用到大线跟你的流年 记住来我们这个公式很简单 我把它写在黑板就很好背 甲年生的 雾年生的 庚年生的 它的天葵在丑 天叶在位 就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丙年生的跟丁年生的 天葵在害 天叶在有 这是甲 人年生的跟葵年生的 天葵在毛 天叶在事 OK 这样就记起来了 新年生的 天叶在寅 天葵在舞 最后一个 乙年生的跟己年生的 天叶在生 天葵在子 各位有没有掌握一个原则 所以 葵业的架构 就是 甲 三方 你看红色的是三方 再来这一个颜色的 就是什么 对公 那要 走明走立 决定于你是不是有长辈师长来拉拔 那你的人生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平步轻盈或者赚大钱 所以第二公式一定要背下来 背下来 接着我们再看 坐贵相贵 我把名词跟各位讲 坐贵 坐在这里 相在这里叫做坐贵相贵 这是本命 那当你的大线流年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发挥 坐贵相贵 不论男女 你都会因为环境 或者是你个人所处的人员之间 你都有非常好的机翼 掌握这样一个原则 写止为斗数 你不要去死背 你死背 你永远背不完 好 坐贵相贵 一个原则掌握好 就是你的机缘很好 掌握这样就行了 好来 接着三方式正的 像这样三方 表示你的事业 还有你的钱财都很得意 很容易创造财富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天魁代表的是男性贵人 最适合白天生的人 阴年生的适合天业 阳年生的人适合天魁 再强调一次 要按照你当地的环境 再来就是 你的天魁天业 守在的位置 如果跟你的生肖重叠 你就会有第二道的助力 比如说 如果你是属猪的 你又是男性 你又是白天生的 这个就是太岁当头 表示你这一生之中 不容易患煞 那么你的事业 钱财都很容易得意 这一条很重要 接着要跟各位分享 有的人贵人 从门口走过去 你都不会伸手 把他拉进来 因为你不懂命理 你不知命 孔子都讲了 要能够知命 那你如果懂得 子为斗树同步断结 你就要知道 从哪里去找到 可以栽培你的贵人 天魁天业 进入兄弟宫 你的母亲 你的姊妹 你的兄弟 你的同学 你的同辈 你的同行 都是你的贵人 天魁天业 如果进入夫妻宫 是你可以起到 既有贵贤的配偶 或者驾到既有贵贤的配偶 来帮忙 我有啊 为什么我都碰不到啊 嘿嘿 这需要替代方案来启动 替代方案来启动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合伙 告诉你 那合伙怎么操作 只要在一字花里面 才有办法来 跟你做详细的交代 如果近日指女工 我跟你讲 我们的学者要掌握 指挥朵术同步断结 很多学者都买了 开馆的一到四 甚至有人 花钱在网络上 购买中国结协 没关系 你书买了 一定要研究 但是你要会掌握 直接告诉你 如果你一看 你的子女工 是有天魁天业 你还没有生死你之前 你就必须 好好地启动 你的子女工 或者你子女工的 天魁天业 就浪费了 我们有影片 这就是结招 你自己研究 如果不行 你就加入一字花 免得生了小孩以后 路死路死人 来 接着最重要的就是 天魁天业在财博宫 台湾时间 2023年的9月9号早上10点 现今本人开直播 对象只限一字花会员 希望我们一字花会员们 大家播个call一起来聊聊天 财博宫 这个是自己可以创造的 你得财清廉 而且主要是靠文化学术 专业技术来得财 而且很容易得到长辈的栽培 就是给你一笔钱投资你 像清创公司 好来 这个因为在财博宫非常重要 特别怎么样 提醒一下 如果你的奎业又碰到露存 你的来财很丰富 炎炎不断 如果你的奎业碰到左右 一生顺遂得钱非常简单 那么如果碰到空姐 那就什么 平常被空姐给截掉了 注意大企业家 几乎有奎业碰到 孤臣寡树 无起欺杀 有一个最麻烦 奎业如果碰到联真化剂 大线化剂 榴莲化剂 榴莲化剂会被骗 接着来看 天葵跟天叶比较麻烦的 就进入饥饿宫 你检查 你的天葵如果进入饥饿宫 你有病看医生就好 不必啰嗦 那天叶 天叶如果进入这个饥饿宫 就比较容易得到什么 案疾 我们强调一件事情 有关健康的问题 一定要按照医生的主妇 来进行医治 我们只为朵树命盘 只能告诉你 你是不是涉及业力因果 如果涉及业力因果 就是你的病会不断的反复 接着我们跟各位讲 天葵天叶如果进入迁移宫 最好迁移宫 你在外面都有贵人 如果你那个迁移宫的天葵天叶 又跟你的生肖怎么样 结合 那你就是太岁当头 到哪里 贵人自动靠上你 那你如果找贵人怎么办 你的天葵天叶如果在迁移宫 迁移宫的那个生肖 刚好你要找的那个贵人的生肖 一拍即合 那个贵人不帮忙你 他都觉得难过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天葵天叶如果进入交友宫 交友宫表示什么 你跟长官相处得很好 长官要栽培你 你的朋友 你的客户 你的部署 客户都会非常的 对你很忠心 邪命你就是懂得自己的专长 应用自己的专长 去操控别人 这样子你才能够人脉 钱财各方面才能够积起来 来接着是官路宫 你如果官路宫有奎业的话 你要善用 你将来一定是位高潜重 那么在社会上 有身份有地位有钱财 在田财宫更好 你一定住别墅 住林园 住林园亭阁 附近环境非常的优美 来 奎业进入福德宫 一生常常碰到贵人 都有的享受 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在52岁以后 你就变别人的贵人了 这一点没办法 那奎业进入父母宫 放心 父母对你都很好 师长对你很好 你都能够得到长辈的照顾 好 接着我们再详细的进入 操作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